大家好,我是Q摸 這次的影片來的比較慢 因為剛好有廉價 Q摸也是帶著老婆小孩 也是要帶他們去玩 今天要談的也是一樣 是給我們新手用的 當然Q摸還是一貫原則 不會說跟新手今天 你要買什麼 應該買什麼或怎麼樣 Q摸只會給你一個建議 跟給你一個參考 這算是Q摸的經驗談 特別給我們新手用的 Q摸今天就來談到什麼 我們談到這個 人身裝備 就是你全身上下的裝備 那為什麼 Q摸上次有收到一個裝備的概論篇 可是問題今天Q摸要講的是 特別針對我們新手 特別針對我們新手 也就是說 你買的部分 因為我們不來談 我們今天人身裝備要來談的是什麼 談 你要怎麼穿 怎麼調整 跟 怎麼保養 OK三個 OK三個 那Q摸呢 因為 這三個其實很大樣 怎麼樣 穿 穿的話 白白種 對不對 穿的話 有扣子 有拉鍊 對不對 那甚至還有一些 它是用繩子綁的 那 真的白白種 白白種 那Q摸呢 給大家的是一個方向 就是說 怎麼樣能夠找出 你怎麼樣應該去 穿 調整 好 跟保養 好 的方向 給大家一個方向 第一個我們先從穿來講 我們先從穿來講 阿Q摸 阿不就拿上來套上去就可以了嗎 對 沒有錯 但是問題 像你今天在穿的時候 來我拿一個 拿一個 拿一個像這一種 拿一個像這種盤帽好了 我們以盤帽來做一個 做一個我們的參考 好不好 穿呢 Q摸交給大家一個 除了你今天 第一你買的時候 你可以問他 當然你可以買 問你今天假設那個店員 或者是你今天買的地方 你可以問他說 我應該怎麼穿 好 我應該怎麼穿 如果你還是覺得有遲疑的話 你回家穿的時候呢 Q摸會建議你 由於我們生存遊戲 實際上來說 許多人身上的裝備 都是由一些已經 部隊來的啦 或者是一些軍隊來的 所以基本上來說呢 Q摸交給你一個秘訣 一個訣竅 你怎麼樣才能夠穿的 你覺得 人家看了不會說 你這樣穿錯 例如說 Q摸現在示範給大家看 例如說 盤帽 這種盤帽 Q摸以前也曾經穿過 怎麼穿 來 戴上去之後 前面這個 前面這個 我們就把它拉起來 就用在 我們的下巴這邊 對不對 相信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是啊 是啊 不就是這樣子嗎 理所當然啊 對 但 事實上來說 這種是 比較漁夫的穿法 而一般 在部隊的穿法 或者是 你想要穿得更帥氣一點的話 你可以 把它放在你的後面 放在你的頭後面 然後再把它豎起來 一樣能夠固定在你的頭上面 它一樣是不會掉的 OK 這也是一種穿法 懂嗎 所以 當然不是說第一種穿法 是錯的 你穿得上去是可以 但是問題 你總會覺得是說 有時候 你如果覺得你自己穿起來怪怪的 還是 欸為什麼別人不是這樣子穿 那我給你一個建議 除了去 認為 去找你認為 那個人穿得不錯 你可以問他 或者是 你可以 上網去找圖片 給你一個簡單的方法 一 假設這是盤帽 那就 就Google大神嘛 你就打 盤帽 控格 美軍 我跟你講 那一堆啦 一堆那也看不完 好不好 或是你去Google上面就查盤帽穿法 對不對 甚至你還可以 創造出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戴法 請問以盤帽來講 盤帽也有人 就是把它 把它就是 把它豎起來 把它豎起來 變成類似像有點 像這種 牛仔帽的樣子 有人也很喜歡 有人也不喜歡 當然你也可以戴這樣子 好不好 個人喜好 但是呢 全部還是認為 如果你今天想要知道 穿 穿 穿的狀態 你應該怎麼穿 穿起來感覺像怎麼樣 那你就應該 除了問 就是多用一些搜尋 然後搜尋完自己實地去 去穿 穿完之後當然照照鏡子 對不對 再來第二 第二點 我們講到什麼 調整 調整 為什麼我們第二點會講到調整 很多人都說 阿Q夢為什麼要調整 當然 因為你很多東西買來 它就是 它 對 當然現在有很多 不管是背心什麼的 它都有分size 衣服也有分size 但是呢 衣服上面 由於現在的裝備不一樣 它會給你很多可以調整的部位 例如說 Q夢來 給各位看 這Q夢自己的專注背心 我們先打開來看 你應該覺得 Q夢不就是黏上去嗎 那為什麼今天要調整 大家可以看到 它在旁邊 在身體這邊 它有扣環 甚至它這邊是有個調節的 為什麼 因為它要讓你的身體 穿起來更 更合適於你 穿起來比較更舒適 所以調整的意義在哪裡 調整的意義在哪裡 調整的意義就是指 我學比較潮啦 調整等於舒適 也就是等於是調整等於舒適 為什麼 為什麼要調整 因為 你要穿的 因為畢竟那是你的副重物 它上面裝了你很多 不管什麼裝備都在你的東西上面 難免這邊凸 那你要去調整 不只是調整你 裝備上面的一些織帶 當然還有你上面的一些包包類 這都隸屬於在調整裡面 那給各位 你怎麼樣去調整你的裝備 不管是今天你的背心也好 甚至有些人會說 我的腰包 腰瘋 這是我們打生存遊戲 如果大家有不清楚 可以再額外問 我會再回答你們 腰瘋 一般我們正常在打 帽子也有人在調整 因為帽子它也有扣環啊 那甚至帽子上面也有一些軌道 可以讓你裝東西啊 我們都把它隸屬於人生裡面 那怎麼樣調整到一個 你認為舒適的狀態 那你就是得 很簡單 把你的裝備穿起來 穿起來 然後 試著跳一跳 動一動 會不會太鬆 因為以往的經驗 你太鬆你跑跑跑 跑到最後 它沒有一直貼額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的裝備沒有貼額在你身上的時候 那個重量在甩 事實上來說 除了造成你 不舒服之外 它還會讓你變得格外的累 你必須要讓你的裝備 盡量的服貼在自己身上 盡量 OK 也有人當然就是推得很緊很緊很緊 而實際上來說 我舉個比 打個比方 像有些人槍套 會試買那種 在腿上那種槍套 多少人 甚至連TUMO自己以前都 或者龍捲風槍套啦 或者是你腿掛的沙法利郎槍套啦 很多人都會說 怎麼跑一跑會掉啊 會轉面啊 當然事實上來說 國外他們的人比較大隻 以前都這樣講 他們的人大隻肉多 所以上去就夾住了 其實不是 它其實是有尺寸 你必須要調到很緊很緊 就好像 就很像緊掐著你的腿一樣 那你就要用力給它掐緊 所以 告訴各位 今天 你調整不只是舒適之外 你還要貼緊你自己 甚至有時候 在某些方面上 你要 稍微 那種舒適啊 那種舒適感 那種舒適感 舒適感 不是那種 所謂就是說 喔喔喔 鬆鬆朗朗的那種舒適感 不是那種舒適感 是和聲的那種舒適感 OK 大家可以理解嗎 是和聲的 貼在你身上 你活動能夠順暢的那種舒適感 也許它帶來一點點緊迫的感覺 那這樣就對了 告訴各位 那這樣就對了 OK 當你把 你的裝備 調整到差不多的時候 順便把你的裝備 不管把你的槍拿起來 你可以試著做一些動作 基本上會建議大家做 三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蹲 第二個動作 稍微跑幾步 前後跑幾步 或左右跑幾步 看看你的裝備 有沒有 原本它在你的這一邊 就有它晃到後面去了 那這時候你就要考慮就是 好一 你必須要 呃 調得更緊 齁 或是二 把它位置再做調整 它這樣才不會 受到你活動 例如說你腳啊 或腰啊 的影響 讓你的東西一直會晃動 OK 要不就調更緊 要不就是移動它的位置 OK 就 你就做 跑 左右 跑的動作 蹲下來的動作 因為這是我們在活動裡面 最常做的動作 當然你也可以試著爬 當然你也試著爬 當然你也試著爬 不過當然QMO覺得最主要就是 你今天穿著 就這樣 稍微左右動一下 前後跑幾步 做個蹲的動作 來看看你自己的裝備 到底在你身上 合不合身 你調整你到底OK 好 這個部分是調 調整的部分 調 再來 真的 有人問QMO說 欸QMO 背心啊 或者是一些東西啊 怎麼保養 說實在的QMO都認為 其實裝備 你應該要保養你的背心 等等有的沒有 實際上QMO QMO的背心齁 實際上來說 最常保養的就是 你必須要把一些 異物啊 或者是 你今天假設說 你是保養的狀態 其實是試你今天去哪些地方 你去海邊 回來 你就有得清了 也許你應該要好好的把它晾乾 把一些結晶什麼 給它除掉 刷掉 事實上來說 很多人我相信 背心幾乎是不可能拿去丟洗衣機的 給大家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去買工業用酒精 或者是買清潔的用酒精 然後拿來之後呢 那當然你可以用一點牙刷 如果你背心哪裡髒了 你可以拿牙刷 把它刷 先從那個地方沾點水刷一刷 完之後 不擦掉之後 再拿酒精 再把那個地方 稍微 稍微把它 擦乾淨一點 OK 你只能用擦的 說實在的是沒有人在洗的 裝備 尤其是背心內 比較沒有人在洗的 那當然也有人 像Q摩就覺得 我帶子這樣子用酒的習慣 我就是喜歡它這樣子 啾啾的感覺 那如果你想要好好的 保持你裝備 很漂亮 我跟你講 裝備只要曬到太陽 像這種尼龍布料 曬太陽 基本上再好的牌子 它都會脫色 這是一定的 這是一定的 這是給大家 算做個另外一個 算 知識吧 因為我以前就一件Series 就曬到已經整個都變色了 那很正常 那很正常 那所以如果你想要保持你裝備 例如說 你每次想要欣欣的出去 髒髒回來 然後你想要維持它很漂亮的話 告訴各位 真的 牙膏是個好朋友 我之前就試著清果 你用一點牙膏 用一點水 刷一刷 然後擦乾 記得一定要曬乾 記得一定要曬乾 OK 其實呢 對裝備上的保養 Q摩是認為就是說 如果你是像背心 帶類 包類 你只要注意到一點 今天 如果 它 被用濕了 告訴各位 你只要被用濕 連自己的汗都算濕喔 記得一定要把它陰乾或曬乾 曬乾 陰乾或曬乾 為什麼 因為 你的汗有鹽分 甚至你外來的水有鹽分的話 你放在你的背 你的背心或包類 它悶在那裡 久而久之 你的包包 你的包包 或者是背心的一些材質 它會因為 眼淚結晶 或者是水分 會讓它產生一些變化 最後會脆化 脆化 也呼呼啊 它 有點粉粉的樣子 然後稍微就 可能會壞掉 好不好 所以呢 以保養來說呢 這個是一個外部 我剛才講是一個外部 那你平常應該把它收在哪裡呢 請你把你的裝備 收在陰涼的地方 好不好 不要曬太陽 真的不要曬太陽 不要把你的裝備拿去曬太陽 喔 布金 你的馬力鏡會變成 淺馬力鏡 你的狼鐘會變成淺狼鐘 OK 你的東西都會變淺色系 OK 千萬不要拿去曬太陽 好 那今天呢 我就針對新手的裝備 就講了這以上 穿 調整 跟一個大概保養 好嗎 那大家呢 如果 有其他一些問題 或者是其他一些 Q夢沒有說到的 那也請你在下面留言給我 或者是大家可以把一些經驗都可以丟出來 好嗎 好 謝謝 那今天Q夢就先講到這裡